Vivo第一款的5G手机就是它 iQOO 5G版 Vivo就在MWC上海展示了旗下的第一款5G手机 这样如果你对iQOO不太熟悉的话 我要告诉你 iQOO就是Vivo成立的一个新的直品牌 在今年的3月份发布 它搭载了Snapdragon 855处理器 12GB RAM 4W的快充技术 还有类似RNG风这样子有侧边压杆的button 它是一个主打gaming的手机 这样这个iQOO 5G版跟普通版不同的地方就是 在iQOO原有的基础上面加入了高通的X50基带芯片 让它可以支援5G的网络 那也因为有了5G 所以iQOO 5G版就可以直接在cloud上面玩online game 5G远程投屏还有5G EC share 讲了这样久 其实iQOO 5G版几时会开卖呢 这样Vivo就表示会在2019年的Q3开卖 这样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除了5G手机之外 iQOO也发布了其他的第一款AR眼镜 这款AR眼镜是可以提供5大功能 分别是AI游戏 AR办公 5G移动戏院 人脸识别和物品识别 其中的人脸物品识别的意思就是 可以自动辨识眼睛所拍到的人和物体 然后提供相关的资讯 比如说当你拿起一个物品的时候 它就会秀你价钱 你看到身边的同事它就会秀它名字等等 就好像平时电影里面 你看到那种spy带的眼镜这样子 除此之外 Vivo AR眼镜也支援AR游戏 可以为用Hood模拟出一个110寸的大屏幕 好像你在大厦里面看戏的感觉 而且这个110寸的模拟屏幕 还是一块3D的屏幕 也就是说可以用来看3D电影 所以你对这个AR眼镜有没有兴趣 但是对 kill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